章學友的票跟男朋友是比較重要的 章學友 當然是聽章學友 沒錯 必須的吧 我和你吻別在無人的街 讓風刺少我不能拒絕 要點名我 上台 街頭踢踢看 真心話聽聽看 我是記者奶媽 今天呢是歌神章學友 第五度攻上台北小巨蛋 感觸到將近40年的他 一定有非常多經典歌曲 存在每個人心目當中 BBBEX新無網了 就帶大家一探究竟 到底有哪一些歌 存在歌迷的心中 陪大家走過寂寞的夜晚 Let's go 我們是俱樂部會員 那忠實20多年的粉絲 老婆很迷 就是跟著一起迷 我們婚禮所有的音樂 都是用學友的 對 到底你喜歡他多久 快30年 我小時候就聽了耶 大概八九歲 求生有啊 紅蘆地 所以我們就是要搶票的時候 順便拜託那個土地公 讓我們搶到票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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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家有金雞 我拜金雞 我出界了 你出界了嗎 吻別 我和你吻別 在無人的街 讓風刺少我不能拒絕 要點名我 上台 你最珍貴 你最珍貴 吻別跟風 分手總要在於天 翔翰你去吹吹風 翔和你去吹吹風 他來聽我的演唱會 他來聽我的演唱會 擁有吧 其實每一首都是經典耶 對嗎 超好聽 張學友的票跟男朋友選比較重要 張學友重要一點 當然是聽張學友 沒錯 必須的吧 二選一喔 對 我就選老婆了 我回去還是要 還是要生活啊 張學友的票跟老公 只選一個人會選 張學友 沒關係 我可以接受 他一直稱 他是小三 我一直自稱是 學友之妻 找男朋友的時候 以張學友為犯 有啊 想要找巨蟹座都找不到 獅子座 差一點點 對 差一點點 不要退休啊 不要退休 不要退休 對 他太棒了 上到幾歲 我就會買票買到幾歲 希望他一直來台灣看演唱會 你永遠是 不老的男神 我們永遠愛你 多來開演唱會啦 住學友歌 就是身體健康啊 然後就是 開開心心過每一天 每一天的日子都非常的精彩 希望他保重身體 我住台中 台中巨蛋等你來 70家 一起 70家 實現對歌迷的承諾 要唱到100歲 自己的身體健康最重要 因為畢竟呢 歌喉好 身體好 才可以唱到長命百歲 不然 首輯 請簽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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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